师父说 没有结果的事 就不要再执着那么久了 人生那么长 那一城一墙的得失 和想去的远方相比 实在不算什么 摆弄好手里的柴米油盐 保护好心中的 诗和远方 在这个蓄微满天飞的年代 我只想和三观正 真诚又坦荡的人来往 没有虚伪的套路 也没有满嘴的谎话 坦坦荡荡地做自己 相处舒心且安心 圈子虽小 干净就好 我不完美 但我真是 每一个懂事的人 都有一场迟到的盘 因为他总是压抑着情绪 靠牺牲自己 成全别人 懂事是真的懂事 但稳居 也是真的稳居 懂事 就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当所有人都习惯了他懂事 有一天 稍微不懂事了 在别人眼里 就成了 无理取闹了 真正厉害的人 都是一半君子 一半小人 既有菩萨心肠 也有精工手段 因为做好人 容易被欺负 做小人 容易被孤立 这世上 最愚蠢的行为 就是跟别人讲理 就算你是对的 也没必要 证明别人是错的 我听过三观最正的一句话是 当你经济独立 见过世面 你才不会纠结于 一个人到底爱不爱你 你应该去爱自己 你的家人 以及这世间万物 热爱不会过期 志趣相投的人 总会相遇 重要的不是什么都拥有 而是想要的 恰好在身边 风华着帽的年纪 还是先好好爱自己 爱怕沉默 生活的一点甜 极为分享欲 我当然不关心 云是什么形状 我也不在意路边 新开了什么店 更不觉得早餐 有什么可拍照的 但所有你讲过的 这些事情 我都感受到幸福 参与彼此的生活 保持爱意的连结 日常实在是太普通了 但因为有你的存在 我觉得他们 比以前有趣多了 电话要打给会接的人 微信要发给会回的人 人生是用来体验的 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 我慢慢接受了自己的迟钝和平庸 允许自己出错 允许自己偶尔断电 带着遗憾拼命绽放 这是与自己达成和解的唯一办法 能够让你变得沉默的人 一定是让你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能够让你变得暴躁的人 一定是让你受尽了委屈 遇到很好的人 真的是一种恩赐 只有那些真正喜欢你的人 才会打心眼里觉得你特别好 因为这样的爱 而变得自信有底气 一个很好的爱人 可以减轻一半的人间疾苦 师父说 人这辈子 该走的弯路 该吃的苦 该撞的南墙 一个都少不了 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 就觉得自己暗淡 他强认他强 清风扶山稿 不要东张西望 不要受人影响 大胆向前走 你的光芒 终将被看到 什么都有说明书 但人生没有 封面是父母给的 内容是自己书写的 所以人生这道题 没有标准答案 精不精彩 全在自己 既然有缘 来人间走一走 好的坏的 不妨都试一试 酸甜苦辣 不妨都尝一尝 即使没人为你鼓掌 也要记得 优雅前行 师父说 生活是自己的 与他人无关 快乐分享错了人 就成了显白 难过分享错了人 就成为了笑话 高层次的人 都在收敛风芒 低层次的人 才会炫耀 别晒幸福 别晒甜蜜 也别晒成功 幸福是养自己的心 不是养别人的眼 师父说 心软又善良的人 命最苦 因为总是默默承受 别人的伤害 狠不下心去反驳 连崩溃 都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惯坏了对自己不好的人 只留下自己 跟自己较劲 既活不出自己 也爱不好别人 人到了一定年龄 必须扔掉的四样东西 没意义的酒局 不爱你的人 看不起你的亲戚 虚情假意的朋友 如果你前半生 过得一塌糊涂 那么你后半生 一定要重新洗牌 找回最初的自己 记住 你什么都不缺 只缺一份 重新开始的勇气 后来 我习惯了就是不提 但介意的是 依然介意 只是懒得去维护了 反正改变不了的东西 说再多 也没用 得不到重视的关系 我会慢慢远离 没有温度的感情 再喜欢 都会放下 师父说 风华正茂的年纪 不该困在爱与不爱里 希望你可以热烈 而又温柔的生活 做你觉得要紧的事 走你认为善良的路 少领那些 满身是嘴的怪物 别在意别人口中的评价 懂你的不用解释 不懂你的解释也没用 做喜欢的自己 才最重要